这几样照片是如何拍摄出来的呢 这期视频会向你讲解照片背后的拍摄故事 这里是新疆塔士库尔干县旁边的塔和曼师地 这里除了有雄伟的雪山 还有成群的木马 不过说到拍马 你见到的最多的照片或许是这样的 这样的照片当然很美气势磅礴 但是多数是摆拍出来的 摆拍无可互非 但是看多了就容易腻 如何与别人拍的不一样呢 我一般会选择极端的镜头焦段 你在网络上看到的这些照片 往往都是用长焦镜头拍摄的 只需要站在远处抓拍 无奈我的镜头是18毫米的超广角镜头 拍摄出的效果也只能如此地感人 如果你想用超广角镜头拍好这皮码 只有一种方法 就是要冒着鸡蛋被踢碎 来近距离地靠近拍摄 这辈子不能生育 何止不能生育 当场一命无辜 超广角镜头虽然有一定的弊端 比如会让靠近的物体出现极变 但是呢个人觉得这种极变 反而会让主体更加的凸凸 而宽阔的背景呢 不单可以让照片更有通促感 同此呢也能够凸显出雪山高人的大气 关于广角镜头的这两种特点 在质量器轿上有详细的了解 相信不会让人失望 除了用广角镜头靠近拍摄 另外一点就是构图上 纪念让马的身子倾斜 或者站立的时候有一定的方向性 这样在构图上就不会不为大断 而拍摄的背景也很重要 左边是以光托的高山为背景 而右边是以牧师塔哥雪山为背景 很明显雪山的背景 会显得更加的壮阔和丰富 让照片呢会显得大气 整个过程看起来的腾间呢 好像只需要摁块门就可以 但是其实呢拍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你需要超广角镜头的运用 在这样斜构图的构图方式 然后呢你还必须有背后的雪山作为背景 再加上这匹马儿呢 它也不会乖乖地站在原地来听你指挥 就希望你牵着它不停地走来走去 直到找到一个好的角度 然后呢扔下绳子去抓拍 有时候刚一撒手 它就远远地跑开 你只能一次又一次地不停地重复 有时候一张好的作品 它更多是需要你足够的耐心 这期课程呢没有给你讲解 具体的摄影指点 可能对你来说它是一期水视频 摄影的知识其实在很多之后 它是无形的 是一种个人经验的累积 而我能做的 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将这种无形的知识 来向你展示出来 我是建国 这是我们的学摄影系列视频 视频制作部 希望不要吝啬你的投币和收藏 下一期视频呢 我会向大家呈现 我在新疆喀什的拍摄部日 记得预约 我们下期视频